中共研製的中共病毒疫苗被指效力低下 安全性堪憂 日前美國摩根大通的報告顯示 多個國家接種中國疫苗後 每7天新增確診人數不降反升 其中3個國家的確診數曲線一度垂直攀升 超出了統計圖表 6月11日 美國摩根大通集團在官網釋出疫苗接種更新報告 統計了18國分別斯坦歐美、中國疫苗後 每7天新增確診數的變化 報告顯示 塞涉爾、烏拉圭、馬爾代夫、巴林、 阿根廷、智利、阿尤聯、匈牙利、南矮比亞 在接種中國疫苗後 僅匈牙利的每7天確診病例數下降 其他國家確診數不降反升 確診數上升的國家中 又以巴林、馬爾代夫、塞涉爾三國最為嚴重 在報告登出的統計圖表中 其確診數曲線一度攀升到圖表之外 醫師施警中在Facebook表示 摩根大通這份圖表 部分想要前往中國、歐美旅行打疫苗的民眾 可以先參考一下 此前智利、巴林、塞涉爾等國接種中國疫苗後 疫情不降反升的情況 媒體多有報導 匈牙利選擇接種中國國藥疫苗後 雖然確診數字沒有明顯上升 但截至5月1日 匈牙利已經成為全球感染死亡率最高的國家 每10萬人就有285人染疫身亡